今天 许昕和马龙将要对阵的是 梁建坤和周启豪 也都是在中国乒乓球队 男队当中实力不足的两位选手 这种强强的搭配 想必一定程度上 也会给龙网带来冲击和挑战 尤其是周启豪 在前不久的直通赛当中 尤其是第一站新乡 是一匹黑马 接连战胜了几位主力 战胜了马龙 战胜了梵振东 拿到了新乡战的冠军 而且在两周之前的 上一次的热身赛里 周启豪同样再一次的 战胜过梵振东 3比2的比分 也是最近的状态和手感 非常的好 这两位选手都是右手的 横板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 看作是韩国队的 礼尚珠和郑荣直 这一对选手 也是韩国队的一个 男双的老搭档了 而且多年来一直是搭配 无论是在公开赛当中 还是总决赛里 都取得过相当不俗的成绩 这对男双曾经 在这个熊辉赛当中 世界排名男双 还曾经排到过第一位 马龙 许欣 versus梁静坤 周启豪 在南洋战的直通比赛里 马龙和许欣同样也是搭档 打了这个男双 当时是四对选手 来打这个男双的比赛 马龙和许欣拿到了最后的冠军 赛后的采访当中呢 两人也提到 其实这几年 他们在双打当中啊 这种搭配和训练的次数不多 所以他们更加是珍惜 这种公开的赛事 公开的比赛 更多的去磨合去配合 好 双方的第一局较量 马上开始 由马龙发球 梁静坤接发球 马龙和许欣拿赤平赛双打冠军了 是在2011年 已经是十年前了 好球 一 二 周启豪确实是单板质量 非常高的一名运动员 无论是正反手 他的这种单板的力量 速度都是很强的 而且这名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非常好 三 二 就是从他的跑动能力 他的爆发力当中 都可以看出来 三 四 四 四 五 好球 这球周启豪回摆质量比较高 造成了马龙没有办法上手 二次判断将球过渡过来之后 给梁静坤了一板过的机会 军新加油 二龙加油 三 二 四 胎皮底线直接抢攻 五 三 对于马龙和许欣来说呢 这一对搭档的宝贵之处 除了在于两个人的 这种非常强的一流的个人实力 更多的还是在于 这种配合的经验 两人这种同频共振的 沟通的能力在场上互相信赖 以及去捕捉对手 洞察对手缺陷和弱点的能力 相当流畅 接发球许欣直接抢攻 马龙快速地跟进 它弱点都很清晰 所以即使马龙和许欣 其实现在配合的次数不多 但是两个人这种磨合的速度 还是很快 包括在整个赛事停摆之前的最后一战 也就是去年三月份 卡塔尔公开赛当中 两人还是一起合作 拿下了那一战的男双冠军 七比六 漂亮 周启豪的球非常地具有观赏性 有一时候真的是能打出这种 看上去有点不讲理的冷板 跑动当中中台反手 一个发力的反拉 而且是这种一板过的横扫 好球 杨军坤反手主动上手 杨军坤和周启豪将比分反超 8比7 这球许欣是有准备了 杨军坤启动之后已经是 准备侧身反拉了 8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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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手感 好手感 8比7 8比8 再来欣赏一下 这球许欣其实是回摆了一个 反手位的小三角 周启豪侧身发现没有很好的空间和机会之后 正手是滑了一个球 轻轻滑过去 仗十比8 梁靖坤和周启豪拿到局点 漂亮 好 最后一分 看看下一分呢 梁静坤这边怎么发 好球 好球 你看许昕的两个揭发球啊 都是有变化 第一个是直接拧了一个正手打脚 第二个呢 是拧了一个反手 紧接着马龙快速跟上 这高手从来 从来都是不打重复的球 每一分呢 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我们刚刚镜头当中看到的是 刘国梁主席 陆元胜指导和李小宫指导 这也是马龙的一个招牌啊 反手的一个翻挑 马龙许昕将比分反超 马龙许昕将比分反超 这球发出台了啊 马龙直接裹着一个抢拉 这样十二比十 马龙和许昕呢 是在八比十落后的情况下 他连锥四分拿下了第一局 关键分上啊 两位老大哥的这种把握能力 对于比赛的把控能力 还是非常的强 所以让他掐杀的话 你反直白数 我就说 我刚才反好的时候 我说该坐了 抢了 抢了 为什么 别犹豫 现在你拉了 感觉不太怕失误了 还记得这可贺 帮我理解 这个力度也可以 其实基本上不错 这个街巴球当中 反正顺利 我要把这些压力 现在基本上 我给我们扣子 柱的确实 你上边 权我说 许有机会 你已经被 为何 可以挑 可以 兄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看这两队比较不同的是 在周启豪和梁建坤这边主要是听教练讲 但是在马龙和许青这边 其实主要是他们两人之间去沟通 第二个比赛 梁建坤就说 好 好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开局的第一分 许青和马龙加强了控制 控制之后的上手 好球 周启豪和梁建坤这边的 其实也是一个 两个右手横板的强强组合 强强联手 球风上确实跟韩国队也很像 韩国队的这两名选手呢 也是这种球风非常的硬朗 单板质量很高 而且呢出手比较冷 好球 这球是晃了一个直线 造成了马龙的判断失误 这球马龙本来是想侧身的 结果梁建坤起板给直线 四 二 太后来台队风 王岐心 三一阵 徒高原 终于要再次把把车送给中方运动人 四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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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好球 谢谢 六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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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擦网 侧切过来回来看还是有点擦网 这一分是考验意外球的情况下了 双方运动员的调节能力 都是相当不错 梁建坤的侧切 马龙把这个球垫回去也有些擦网 周启豪把球拉起来 四 八 对于周启豪和梁建坤这一队来说呢 虽然上手质量很高 但有的时候这种胸吻关系的把握上 还是欠去一点点火候 有些出手呢 有些出手呢 过胸了 显得无谓失误多一些 比分拉开 四比八 四 八 四 八 中局没有能够咬住比分 现在十比四 五 六 二 五 哇 一个侧切 马龙拉起来 哇 漂亮 六 八 真赚 五十六 涨十一比六 马龙和雪芯拿下了第二局 大比分二比零领先 他说球在哪里 你们俩全掉位 他们两个别的 所以说现在折扣在前载板当中 取得很差点 然后换过来以后 这个白马的方式 要摆这个方式 还用短暂在我们俩的阵子 全程他们俩正在 包括白雪芯也是可以 摆两个一块钱 不仅非要勉强着 去毛里面 可以摆着他们俩正在 然后牵过去 然后动里动 特别好一点 然后换过来又包围 这些是一种 要不要让它滚的 那个钉子进去 那种争手护卷 那些是 接发就可以改的 马龙成 然后动 轻易轻 然后动 轻易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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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轻 第三个比赛 马龙 轻易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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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停 马龙 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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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吹球 可以擦一下球 擦一下球 好 这也是 运动员的完全的是个人习惯 有的时候运动员在这个发球之前 习惯去吹一下 可能因为现在这种疫情防疫的规定 这要让马龙去改掉 应该是很困难的 确实是要去尽量地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这太难了 这个应该是 从小打球 这都是几十年的一种习惯了 但主要呢 现在裁判这一次执法和判罚比较严格 其实也完全是为了东京奥运会来考虑 因为在奥运会 这个比赛当中 可能各种各样的判罚 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们都会遇到 所以现在呢 也是为自己去打一个提前量 把所有的情况呢 都去提前准备的 把所有的情况呢 这一局的开局 梁景坤和周七豪打得不错 好球 非常的主动 好球 加油 叶心 加油 两人这一局 梁静光和周启豪 还是坚决地执行 刘国正指导的战术 包括战位上 都是往台前站了很多 加强了自己主动的上手 开局完全把控住了局面 加油 加油 好球 都是算到的落点 8-3 4A 马龙现在的这个反手 加厉地去防守 去顶着一下 塞着一下 确实练得也是非常的好 往往就是这一下的主动防守呢 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重新地拿到局面上的优势 翻出台 这个抢弓没有上 这样比分再一次地扩大 来到4比9 好球 这局明显感觉梁静宽和周启豪 两个人提速了 无论是这种出手的速度 还是两个人轮换的速度 都要比前两局要加快了很多 10比4 10 5 6 10 这两位年轻运动员这时候要警惕啊 这种比较随意的出手 然后稍不留神 再丢1到2分 那就该要暂停了 这时候就开始打紧张了 他刚刚刚也是给了黄牌 仗11比6 梁静坤和周启豪翻回一局 双方战场2比1 这局的开局要蛮多的学习 这个丢得有点快 感觉有点走神 一上来就被对手打紧了 1比7 但不知道这边 马龙这边有没有受到 就是可以开局的 这边有一个吹琴的游戏机 这边有一个右手定的 同胜面这两个鞋 这两个鞋 这两个鞋 这种肯定是有点凶 感不太好下手 所以一定要听到自己的 反手 放过来给我引试一下 这边1-0不到这一块 而且反手 有时候可以直接挺他吧 这样 刚才梁静坤 这个1-0挺蛮好 还是卖一个 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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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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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9-7 21 4 10 Did you see?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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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 加油 让剑中打手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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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一旋转 加油 这把球马龙直接快批底线 徐云欣 加油 徐云欣 加油 加油 好球 看来你可能这反手质量很高 加油 加油 徐云欣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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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7 2 这局一上来呢 马龙和许欣也是打得更紧凑一点了 1 3 谢谢 双打比赛呢 每一这个是 也是五局三胜制 所以每一局其实都至关重要 尤其对于马龙和许欣来说 现在被追悔一局 其实第四局 要拿着这种打决胜局的心态去打 尤其是 上方中远台的对拉 让这局心代下一分 给主心再下一分 拍马 周琪浩梁净这边要了暂停 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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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去 親愛的朋友們 讓我們再參加 你們的掌聲鼓勵聲 送給我們的巧克力 聲鼓勵鼓勵 請幫忙 好 暫停回來之後 雙方的第四局 現在周起豪 蘭靖昆 一比四落後 一比四落後 還是前三板的控制上呢 雙方的周起豪 有一點下風 加油 加油 周起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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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勵 加油 比分進一步地拉開 五比一 加油 劉勵 加油 五比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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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加油 左边 二 六 三 六 这一阶段呢 双方对发球接发球 都盯得很紧 三 六 六比三 三比六 六 四 马龙想要正手的一个推挑 这球没有挑过去 吃了两个发球 这样两军混合周旗号将分差缩小到两分 这个阶段比拼的主要就是发球接发球 双打比赛更像是一个发接发的这种出题和打题的过程 发球的是出题方 我们的怎样去揭发球就是你交出的答卷 加油 加油 继续 加油 白短 塞中路 反拉 对 好 漂亮 马龙侧身的一反过 这样马龙和许欣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三比一 马龙和许欣战胜了梁静坤和周启豪 我们获得的这一场热身赛的胜利 那么今天下午这一时段的比赛呢 就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 在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七点钟 我们将继续在体育赛事频道 为您带来中国国家平方球队奥运热身赛 男单女单的比赛 那么在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十点半呢 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播出的是 2021年温网的女单半决赛 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观众朋友们再见